阿姨,你这么久没见,又长胖了 阿姨,你不要拿着水去对着,阿姨,她们的身体挺好的吧? 挺好的,她们一天什么事也不干,天天出去玩,特别忘了 她们一直都在热闪,挺好的,挺好的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也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 吃饭没有? 吃吧,吃吧,吃吧 你没吃吧,我请你去吃吧 我早就吃了 因为昨天我们去找你们,然后你们没在家 是的,昨天我请你去,然后请客嘛,都吃饭去了 对 我来玩,我来玩,我来玩,我来玩 我感觉你,哇 我来玩,我来玩,我来玩 不是,我们是姊妹家 你有什么,就直接说 你这整整我,就给你 感觉很久没见,你感觉有点生疏 没必要,你怎么把你直接说 是不是 那我就,那我就接问了 经济上出现问题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就是什么 安慰给过你财力什么的 就是,就是有这一回事 我来问你一下 财力,当时她是给过我 但是后面,我们就是还给她 还给她 没人跟你说吗? 没有啊,是你还给她了吗? 我家人都还了 就还给她了 包括就是我父母那边也是 给你父母说了 没跟你说吗? 那是不是我爸妈 他们给了你吃饭 所以吃饭就还给她了 对啊,这个你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 这个很久之前了 小时候,你看 最起码有三十个月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真的完全不知道 你今天过来就是问这个事情吗? 确实也是 确实我主要是问这个事情 因为要更说法 因为说很多粉丝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也不知道到底是给了还是没给 所以很多粉丝一直在问 所以我就想搞个清楚 就是说,所以过来找你的 也是顺便过来看你们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你把东西伸起来就行了 你都出来在你对面 对吧 他说我爸妈真的还你钱了吗? 还了? 我们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还有你一天到晚拿个手机 那你们喝什么 没事,我们不喝 那确实是我爸妈就是给了你们家里人 所以你们家里人给安慰了 完了,这个事情咱们就完了 那我就放心了 可能说是因为怎么说呢? 怕给你压力了 所以说没有告诉你 我爸应该是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没有跟我说 这话我要感谢你 行,你这个事情 你原来过来就是找我说这个事情 没事 家话已经说 梳开了 对吧 还准备什么事了 看你们喝什么 我还有个事情 我还去注目你一下 那你挺忙的 好的,那你去忙吧 行,那我又走了 那我送你吧 那我送你 那我送你 好好好 我送你 我说姐夫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我以前就是习惯了 那你慢走 拜拜 你慢点 哈子姐 哈子姐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啊 外面这么多人 快点把你拉了 就什么嘛 都在还了就行了 就不愿意 就不愿意 那你会给我 我说错了 你这个事情 就不愿意 儿子 你把你吃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爸他是挺担心我们的 就是老是担心我 我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把我还了 也感谢你 阿川 我们都是姐妹家 不要说那些客气的话 对 永远都是兄妹 你们在家外面也能过好 说实话我也高兴 我们过得挺好的 孩子那句话 不管你以后走什么样的路 我一样支持你 不管你跟谁谈恋爱 跟谁结婚 在我真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里有一个给你们看一下那里 那个人是不是他 就跑过去看一下 阿姊姊 我找你半天了 你们怎么在这里喝酒呢 怎么喝那么多 怎么了 怎么哭了 哎呀不要哭了嘛 姐你不要伤心了 怎么喝下酒了啊 怎么还喝了那么多 还还在河边 喝那么多干什么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 你又不能喝酒对不对 平日姐你都不喝酒的 我喝酒你都骂我的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你这就不对了知道吧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不要自己喝酒好不好 没有 我在想 我 你想不通 有什么想不通的 慢慢来嘛什么都会变好的 我知道别人说 喝酒了 不是什么都不想了吗 我也想睡一觉 是什么快扔了咋走了快点走 走 没事阿姨嘛 咋不喝了不喝了 哎呀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嘛 走了哎呀没事没事 一口一口没事的真的是 早打你回家 冷静不能在这里冷静 这里是河水 你不小心掉下去了一会喝多了 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 你先听我说嘛 听我说你看你现在都已经喝的 你先听我说一下嘛 嗯 你看 行吗那虽然老子骂我 但是他也是挺关系我的 我爸他都要出去 都为我着想 他现在把阿伟 就是阿伟哥这个钱还了 他都真的完全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他是怕我有压力 所以没有告诉我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 一次两次的让他们很丢你 这什么丢你呢 没事没事走 我带你回家 我就让这里坐着想一下 我没有别的 想什么想不能在这里想 你想也不能再何别想 走我带你回家 走走 这下最好起来 你不要把这个发出去 不要拍我 哎呀 你走了 我找你好久了 找你半天了 我再想我感觉 干啥啥都不行 挺累的 没有没有好吧 你已经很努力了 这是要很努力的 我感觉我怎么努力都没有 哎呀 什么都是 慢慢来 什么都会好的 好起来的 会好起来的 知道吗 走吧 带我回家 走吧 来 走